去年的时候 澳大利亚在那边大肆炒作 说我们的军舰开了声纳 攻击澳大利亚海军的潜水员 导致这名人员受伤 现在真相来了 解放军根本就没干这个事 要是我们真开声纳的话 那个潜水员可能早就没命了 当然 这个事也不排除就是日本干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最近咱们驻澳大利亚大使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明确的表示 我们中国海军确实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监视澳大利亚的船只 查明澳大利亚军舰在非常靠近我们中国的海上边界的地方做点什么 但是我们并没有对潜水员启动所谓澳大利亚里边声称的声纳攻击 我们的大使还补充说 如果我们中国军队要是启用声纳去攻击潜水员的话 那潜水员很可能是立即死亡 或者至少是身受重伤 我们还明确的指出 当时在事发海域还有一艘第三国的军舰 事后证明这就是日本的军舰 我们大使还说 对方是否使用了声纳 那我们是不确定的 也许我们的澳大利亚同行可以去找出真相 再澄清了这件事的同时 咱们的大使还向澳大利亚方面发出了明确的喜好 希望中澳两国能够尽快的恢复军事交流 说起这事 它那个源头就是去年11月的时候 澳大利亚这个护卫舰它就跑到咱们东海的这个海域 我们一看这个事不行啊 我们就派出了咱们的现代籍的139 就是咱们的宁波舰进行监视 然后呢 这澳大利亚护卫舰啊 他就说啊 他那个螺旋桨被海带给缠住了 并且也向我们通报了 说他要进行这个维修 然后就派潜水员下去割海带了 当然他下去具体干什么了 咱们也不太清楚 而这时候呢 这就受到了我们这个宁波舰的这个水下声纳的这个攻击 导致潜水员受了伤 那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这潜水员在水下的时候啊 你要真是靠着军舰比较近啊 要是军舰真的以开声纳的话 那确实是一个要命的事 你就比如说这个现代籍的驱逐舰 它配备了MGK335S型这个壳式声纳啊 这个功率是非常的强大啊 它能在30公里的距离上精确的锁定潜艇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 这咱们这个宁波号啊 距离澳大利亚的军舰相对比较远 而那艘日本的军舰呢 距离它是比较近的 如果说澳大利亚的潜水员真的被声纳攻击并且受伤的话 它真的很有可能是日本军舰干的啊 我们一向呢 是名人不作暗示 不会干这种暗绰绰的事 当然日本的军舰也未必就是主动这么干 他们可能是这个造成了一个误伤 这事呢 本来已经就过去了 那么我们这次啊 我们大使是再次主动提起来这件事 所以看来中澳双方呢 是不是已经做了事先的沟通 这其实呢 是向外界释放出一个信号 双方呢 都会推进军事上的交流 你看这前两年 澳大利亚跳得非常高嘛 搞这个政治正确 紧跟美国来围堵来我们中国 结果发现啊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不但没有得到好处 还被我们反制的难受啊 你看咱们这儿 不再进口澳大利亚的红酒和水产了 结果呢 这一部分空出来的市场 美国是毫不含糊啊 立马就把澳大利亚的市场给抢走了 这澳大利亚呢 真是自带干粮去当小弟 还被这个美国大哥背后给捅了这么一刀 这很简然 澳大利亚它也知道 这么干下去不行 这个路子它走不通 所以主动开始和我们修复关系 包括这个恢复军事交流也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军事上的交流啊 有利于两国建立这个互信 建立这种管控风险的机制 这呢 是一个积极的事情 不过我们也得看清楚啊 澳大利亚它本质上和美国是一家人嘛 它的根本立场是不会改变的 而且未来呢 风云突变 你难以预测 那么后面发生什么事还不太好说 所以我们做好我们的准备就行了